桌面上摆满青花菜、葡萄和苹果等蔬果 这些都是消机会在今年5月 前往各卖场、超市等通路购买的进口蔬果 在抽验的18件进口青花菜、葡萄及苹果样品中 8件苹果有一件未剪出农药 7件剪出含有1至4种的农药 其中一件来自美国的翠玉苹果 更剪出不得使用于苹果的杀虫剂陶斯松 将通报卫福部指食药署进行后续的裁罚 可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还 陶斯松的话这种的话 这个农药的话实际上在 就是在我们国内是不得使用的 那你也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对身体 就是说国外跟国内 它的这个法规的管制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也都列出来 在美国没事 那在台湾有事 就是法规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 就是请我们的进口商 我们这边也有详列 你自己要怎么样去透过 政府机关的一些资料去判定 不要美国那边说合格 但是进口到我们这边 可能是会不合格 虽然18件样品的多数蔬果 农药残留都符合 卫福部及食药署的安全规定 但来自美国的翠玉苹果 却验出含有不得使用在 苹果的杀虫剂 以明显违反食安法 消息会呼吁 政府能够将进口水果的 农药残留标准 尽管未检出 也必须将详细名单提供给消费者参考 为消费者食安把关 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浸泡 就是说把这些蔬果 放在清水里面浸泡三分钟 最主要的目的 表面的这个农药溶解 消息会提醒民众 购买进口蔬果 若担心农药残留 可遵照清洗蔬果三步骤 来降低食安疑虑 先将蔬果浸泡三分钟 让表面农药溶解 再打开水溶头与流动清水清洗 最后用刀具去除地头 根部或表皮不易清洁的凹陷部位 以保障自己的使用安全 记者陈敏伦台北报道